如果你问我在美国最大的不方便是什么 我其中一个答案一定是 吃宵夜的地方根本不好找啊 基本上中餐馆都是八九点就关门 能吃宵夜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是烤串 吃多了总会腻的嘛 但是最近我就找到两家开到半夜的深夜食堂 一家在华人区Rose Me 一家在尔湾 赶紧跟着我来打卡吧 先喝大气 大家介绍Rose Me这一家 它呢是一家东北炸串店 作为一个广东人 之前我只吃过烤串 那这次终于是尝试了东北炸串 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什么是炸串呢 这是一种特别流行的街头小吃 在学校门口的小卖不特别常见 它是由各种食材 比如说肉类海鲜蔬菜等等 就串在一根竹签或是金属的棒上 然后就油炸至金黄酥脆 串串炸完之后 通常会撒上辣椒粉 紫蘭粉或其他调料来增加风味 吃炸串 与其说吃的是口味 不如说吃的是人人都怀念的 学生时代的味道 本次我们打卡的这家店 叫月老油炸串串 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 五点到凌晨两点 周日就到凌晨十二点半 那我宣布这里就是最完美的深夜食堂 更棒的是这里还能唱K 宵夜加K歌这不就是宵夜天堂吗 最近店里还推出了39块9毛9和49块9毛9的自助套餐 39的套餐只有杂串 49的套餐就多了很多 包含了捞汁小海鲜炒菜麻辣烫等等更多菜品 选择多道让人眼花缭乱 所以我是强烈推荐大家选择49块9毛9的套餐 另外现在店里还有啤酒活动 买一送一或者19块9毛9任喝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 如果你是特别能喝或特别能吃的话 这里真的特别适合你 给大家推荐几样我吃的闸串可以说都不踩雷 牛肉鸡脆骨淀粉肠还有花枝丸 感觉真的像回到了小学门口的小卖部满满的回忆 这里特别推荐大虾 虾肉紧实撒上芝麻和辣椒面好吃的不得了 捞汁海鲜也是很推荐龙虾尾最好吃超级鲜美 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干捞天水麻辣烫 和我之前吃的一些麻辣烫和东北的麻辣拌都不一样 这个是辣椒味的分量超级大 里面有各种蔬菜和蘑菇土豆等等 肉类是需要另加的 总的来说这里分量超足 价格清明 营业时间长 自助餐最划算 大家一定要来尝尝看 第二家则是完全不同口味的餐厅 它就在尔湾的埃什马旁边 它除了营业到灵犬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菜品款式特别多 一家店就可以打卡各类美食 摆脱了宵夜只能够有串串的魔咒 这家店叫宜丰园Norfton Cafe 一开始我以为这家店是吃面食的 结果打开菜单发现 在这里还可以吃到各种菜式 小火锅烧烤凉菜炒菜面食甜品等等等等 一站式解决了所有人的选择困难症 吃饭的时候还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吃饭 所以可以看出来宜丰园的环境和菜品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动 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 就在Hmart旁边 据说很多UCI的同学也常常来这里吃饭 也就是说能看到很多的美女和帅哥 推荐菜式有以下这些 首先如果你真的宵夜还是喜欢吃烤串炸串之类的话 这里是有烤串的羊肉牛肉生蚝扇背 闭眼点就行没有一个是采雷的 其次现在很少有地方可以看见的凉菜台 这里还有而且是可以自选 我点了土豆丝香辣牛肉和牛百叶 可以三拼可以两拼同样是选择困难症牛好 如果你是多几个人聚餐的话 基本上这个凉菜台你们就可以点个遍了 牛肉卷饼也不错 外皮酥脆牛肉鲜嫩多汁 配上他们特制的酱料吃它就对了 还有炸过的蒜香小排香香香啊 下饭的绝佳选择 最后就是吃了一个金汤肥牛小火锅 而且它还配饭 有点费点的意思了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每周七天 中午11点到凌晨12点 虽然它关门是稍微早了一点 不过这个地方是比较安静的地方 所以能够找到一家营业到12点的餐厅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这两家店的地址还有营业时间 我会再一次打在视频下方的内容说明区域 大家可以冲一波啦 卢山基华人资讯网全新打造主播探店栏目 为洛杉矶大小商家提供一流的视频制作和探店服务 参与美容推荐 新店开业 为您推广业务提高知名度 一阵式服务就找主播探店 人气主播任由您选 详情了解扫描微信二维码进行咨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